第一季度的业绩了应该是对这个内银股了没有太大的这个帮助 第一了市场已经预期当中就是第一季度 在这个深圳贷款了还是在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了 银行股的盈利了应该有一个20%到25%的增长的空间 在股价里边界方面已经反映掉了 但是投资者了我觉得现在最比较关注的 还是这个内银股了下半年他们的深圳贷款的能力 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下半年了这个他贷款的情况了 应该有进一步的收紧的可能性的 所以我我觉得了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 对这个内银股的影响了应该是比较重心一点的